齐君本名潘熙珍 在台湾谈到他 大家都不陌生 因为台湾人的童年回忆 都有齐君的文笔一路相伴 从七十岁到七岁 都喜欢看他的书 他的作品 选择台湾的教材 但第一篇选择教材的 是夏宇天真好一篇文章 从那以后 初中高中大学 就是说的职业学校 凡是人活的学校 贵文教材都有选择 所以没有人说 我们都是独立书长大的 不管多大年龄 不管什么学校的专家 都说这是台文 他都不是这样的讲法 齐君是台湾文台上 闪亮的一颗心 发表散文小说 及儿童文学等作品三十余种 各被翻译为 《每日英寒》等多种版本刊出 齐小说橘子红了 还要上了大一幕 他辛勤的笔根及独特的风格 在台湾先后荣获散文创作奖 及文艺奖等各种殊荣 作品更是一版再版 最高多达57版 开创了台湾出版界散文作品之最 齐君在我们台湾非常有名 还被列为十大女作家之首 我们小时候就是看齐君的作品长大的 但是呢 我们还是第一次能够来到她的家乡 好好地认识她 那请问何校长 齐君的这个作品造诣是从家庭开始 对 她家庭对她影响是非常深的 首先是从她爸爸开始 她爸爸原来是浙江努力寺的师长 她的文学功底造诣很深 特别是文学的 古典文学的造诣很深 所以齐君小时候就 受她爸爸的教育 影响很大 她爸爸对她的教育 也非常严格 五岁的时候开始 对齐君的描红 五岁的时候就开始读 人与女界 这些古典的书籍 望女成才 齐君的父亲 使她从小便能寒如闻墨 而她国小之大学时期 一路跟随的老师夏成涛 更是扮演了 齐君文学道路上的重要起敌角色 我想每个同学受她影响都很深的 她真的是深教不是严教 她从来没有生气的时候 她说一个人寄人家的好处 你就会快乐 寄人家的坏处你心里很痛苦 所以说寄了别人的好处 忘了人家的短处 但是你要记住自己的缺点 当自己的老师 做别人的朋友 这个我觉得她说话很简单的 这样她是可以一直一直回味 夏成涛老师一直称齐君为西式之争旗 所以齐君的笔名的由来 就是夏成涛关于一个西式之争旗 这样的意思 所以叫齐君 叫西征 西征后来笔名就是一个旗字 作为他的一个头字 再一个君作为征程 除了父亲与老师对他影响深厚 齐君写的最感人的几篇文章 其实都是写他的大妈 我妈妈病得很厉害 我很多的小朋友要玩 大妈熬一宝宝 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变成一宝宝的房子 但是因为大妈的宝宝 生活的时候都是她妈妈陪伴着她 她学习的时候 有时候她妈妈会在边上陪伴 她做一些缝纫 她对待乞丐 对待自己家的长工 都是非常平等 非常关爱的这种 人说养得大过天 齐君对大妈的感念 在创作中表露无遗 然而历经抗战期间 家人相继离世 颠沛流离的齐君 便跟着亲戚来到了台湾 我们看到齐君的作品题材 有很多种 有记录台湾的生活点滴 旅游心得 但好像大部分都是这种 怀乡思亲的情怀 整个齐君文学馆里面 布置了齐君毕生创作的 六十多部著作 这些著作里面 它基本上写的是 我们故乡的风俗 故乡的人情 一篇我就写的叫金盒子 黄金的金盒子 那是纪念我哥哥的 因为我跟哥哥和我两个人 把所有的东西都收在一个地方 那么这个盒子 其实不是金的 就是金的颜色的纸盒子了 好了保爱的不得了 所以后来有时候哥哥去世了 心里都很难过 所以我就写了这篇金盒子 就纪念我的哥哥的 就投的中央日报的复刊 我心里想一定没希望的 马上就投 他们那时候报纸上就投掉二档 最大的篇幅把我登出来 这给我的鼓励非常的大 从那时候开始 那时候开始写 我们同样的是游子在外 对他这个环境故乡 要起了点共鸣 共鸣的这种作用 我们都得欢迎你回来 欢迎您回来 欧海也一直没有忘记 这位故乡的女儿 哥哥前来热情迎接 85岁的齐军 终于回到了故乡 她回到学校 回到了家 脸上有着藏不住的喜悦 齐军一直有一个心愿 想把自己所有的这些作品 寄回到故乡 留在故乡 给故乡的学子 故乡的人 有一点影响 因为她的心 一直还在故乡 所以当时我们 01年10月份 齐军文学馆开馆的时候 它是阔别了57年以后 回到大陆 当时大陆还能把这里 保存得这么好 把建成齐军文学馆 所以很感动 欧海费15年重新修其他的家园 并完整收藏齐军的作品 及相关资料 让齐军的文末 也能在家乡留下痕迹 我妈妈原本是在台湾 成名的 可是我没有想到 现在这些东西居然在大陆 然后被你们保存得这么好 这样子的保管 对我们是最好的照顾 它从大陆到台湾到美国 我们绝对没有想到说 最后还是落叶归根 即使齐军已逝世多年 欧海人每年举办 齐军文化节等活动 纪念它也缔结了两岸交流的情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for 2012 is awarded to the Chinese writer Mo Yan who with hallucinatory realism merges folk tales, history and the contemporary 得奖消息一公布 马上在中国大陆掀起了一股莫言热 莫言不仅成为大众的焦点 其著作也被抢购一空 更被翻译为各种语言版本 成为全球快智人口的作品 这个莫言老师他这个创作量 是在现当代作家当中 创作量最多的之一 那么也是在现当代作家当中 翻译到国外量最多的之一 他无论管生活在哪里 无论他这个住处搬到哪里 那么他的写作就跟到哪里 莫言勤奋写作 才六十岁就已累积上百部作品 在他的书桌上 还可以看见他长期著书 烙印下的痕迹 然而如此学富五居的莫言 其实家境相当清寒 跟着莫言的二哥 来到莫言从小长大的家 这里屋顶低矮土墙白黄 一个仅十多坪的狭小空间 当时进住了十三个人 这个土坎就是我的四个 我大哥我姐姐我莫言 还有我父亲母亲都在这个房间住着的 全家人挤在这个小空间里努力生活 却也是这样的成长环境 而莫言听说以后 也做这个了不起了 这样的生活 我也是非常向往的 当了多家就可以天天吃饺子 所以莫言也有发奋努力 请一句话苦恋 就在床一旁的小桌子 莫言时常读到三更半夜 要妈妈催促就寝 她的琴学还多了点偏值 莫言为了看书 把父亲串着的书都解变了 为了看那个风扇压仪 去保年举推了一条目 然后用艳工伺摸摸面 来取得看这本书的权利 莫言透过大量的阅读 建立对文学的兴趣 而生活中的阅历 也成为了她创作的养分 高密的地方的语言 高密地方的文化 养育了莫言 那么它创作呢 还是用到故乡的这些元素 说起这高密啊 在古代也是一国 叫高密国 知道为啥叫高密吗 因为大雨而起 大雨的字就叫高密 当年大雨治水 三过家门而不入 说的就是这儿的事儿 现在热播的红高粱 不少元素都是取自莫言 在高密的经历 或许也正因过往的生活 较不顺遂 培养出莫言 利落地批判念光与思维 那么她这种文学的创作呢 是写了广泛意义上的人性 写了一个人性的 人的一种普遍性 那么这种人的普遍性呢 她和世界各地的人 是相似相通的 就知道赌就知道抽 你这么爱娘卖了 你可从我赌点笑到你啊 我是你爹 我这欠了一屁股债 不拿你娘换点钱 拿谁换呀 有你啊 莫言对人性的细腻描写 引起大众共鸣 不但作品出书大卖 还要上大一幕 这让高密文化的影响性 随之远播 并在当地发酵 莫言的这个文学的成就 提升了我们当地的 这个文化的品位 这个也给我们当高密人 带来一种这种自信 这种自信性 一种文化的自信 高密当地于2009年 成立莫言文学馆 同时不定期举办 演讲等交流活动 透过莫言的文化影响 多元发展出当地的经济市场 这个莫言文学馆 对外开放以后 每天我们接待的 外来参观的人 有一二百人 那么这一些 过来参观的人当中 有的是社会各界 各个行业的人 同时也带动了 我们高密经济的发展 高密的土壤孕育出莫言 而莫言也让高密的文化 像红高粮般 越酿越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国大陆与台湾自古紧密牵连 而这本关于两岸的历史书 许多古人都参与其中写上了一笔 世间无是杭州的第一位状元 因安史之乱的动荡 让他决心率领族人远走他乡 而几经漂泊到了澎湖 接受命运的安排 世间无再次度过晚年 并留下了著名的诗篇《导遗行》 吴乡里就是踏上了这一片 他所谓心中的一片晋山 晋土之后 他就义无反顾 想改变那里 想成为他心目当中真正的晋土 十里行间道出了世间无对澎湖的情感 他将大陆的知识和农业技术带进这片土壤 让岛上的居民不再只会捕鱼吃鱼 生活开始有了变化 通过世间无之后 它什么螃蟹可以吃 这个鱼也可以吃 没想到这么多东西可以吃 是吧 后来这个通过他的努力 就是大豆可以在那里生长 但是原来没想过大豆可以生长 那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一些改变 世间无因此被后人誉为开发澎湖的先驱者 许多相关的历史足迹都在逐步挖掘考证中 富阳与台湾紧密的历史渊源 也让两地在近期真正打开了对华的大门 今天是在两岸保存这个画 六十年以后的今天 在这里何必成长 尤其是原地大花江 黄公旺先生创作的富生山剧图 后来也是几经转转 那么现在一半在台湾 一半在我们浙江的博物院 那么也确实因为这幅画 进一步促进了我们富阳 跟台湾之间的交流 时隔三百六十年 这幅分隔两岸的画 终于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合必展出 美洲吸引数万人涌入 而它背后的传奇故事 要从富阳开始说起 这个地方叫小冬天 看到没有 黄公旺就是住在这儿的 他说有月亮的晚上 我就在博物院下赏月 下雨的时候我听雨声 所以这个地方就好像是仙境一样 所以我给我的家提了一块饼儿 叫小冬天 黄公旺天字聪颖 却一身饱长苦难 万年隐居富春江畔 富阳的美 使他开始寄情于山水 潜心作画 在富春江的两岸的话 行走多年 深刻地领略了富春江两岸的景色 通过它的感悟来进行创作 我们富阳的山很柔润 不像那个长江延岸的山那么刚 对吧 那么硬 那么为了表现我们富阳特有的那种柔软 所以它用了长的剃麻层 这个你在看它画的时候 会感受得很强烈 黄公旺反复画了好几年 直至离世都还来不及完成 这幅总长将近700公分的富春山居图 不过其独创又细腻的笔触 也将富春山勾勒得让人心醉神迷 被赞誉为山水画第一神品 而这幅画一如黄公旺的人生 也开始了它曲折离奇的旅程 这是到了清朝的时候 那个收藏家他年老了 他就要往生了 他太喜欢这幅画了 所以他要求家人把这幅画烧给他 就在这个时候 他的两个字 就是把事先准备好的画筑放进去 把这幅正在烧的画筑抢出来 但尽管抢救出来 库春山居图仍是被烧出几个连珠洞 段位一大一小 无法修补 只能装表成两幅画 前段只有原作的八分之一 被后人命名为圣山图 流落民间 剩下的八分之七 无用诗卷 则到了乾隆的手里 他的一生当中 他在这幅画上提了五十五次 差不多是每一年 他都会拿出来 他会提 他会上面提 他说这幅画我要多看 因为这样的画 我多看 我可以延年一寿 他是最年长的皇帝 他八十九岁 索性乾隆提字的那幅画是艳品 真正的复春山居图 仍在宫中完好留存 直至民国初期 真假画作都被运到台湾 才被艳名震身 他的传奇故事很多 那么到最后 他最传奇的就是一半 在我们大陆 更大的一半在台湾 那么这幅画风潮两地 这个现状就好像是现在 海峡两岸的这样一种现状 充满传奇色彩的 富春山居图 现今成了两岸文化的标志 在台北故宫何必展出 不仅见证了历史 也串起了两岸的情谊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